上去吸一口 三分钟已经过去了 他们对这一带鸭血 似乎毫无嗅觉 我们来看一下悬挂在这个玻璃上的一只水字 它有两个吸盘 两个吸盘不太一样 这个吸盘有一个三角形样的奔驰一样的标志 这个就是他们的嘴巴 如果你被水字咬到的话 也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伤口 这两个逗逼在干嘛呀 跳舞吗 接下来我准备加入一点外界刺激 好 已经过来了 哇塞 鲁鱼开始了开始了 它已经嗅到了血的味道了 等待已久 它们在找突破口 它们在找突破口 快找到了 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刺破洞的地方 它们究竟能不能把这个保鲜膜咬破呢 哇 找到了 找到了 就差一点点了 哇 真聪明 就在这个地方 哇 这一只顶火的水字还是很聪明的 它已经开始吸血了 但是并没有看见它蠕动起来 哇 已经开始膨胀了 其他水字还在原地不动 我现在最期待的结果就是有一只水字把那个保鲜膜给咬破让那个鲜血流出来 然后八条水字全部过来蜂拥吸血 这一条小的水字正在寻找突破口 我都有点为他着急啊 就好像你面前有一堆 炸鸡 但是你无从下口的感觉 我看不下去了 我决定再炸一个孔 让这个小的也能大仓一顿 已经开始烧动起来了 哇哇哇 哇 这一条水字 也上来了 炸鸡 他们居然完全没有嗅到血的味道吗 这条还在抽风 这是要最大的八点的水子 我们再等一等吧 看会不会出现如期的结果 这也是水子转移阵地了 就在这个地方 它还差一点点 看它能不能找到 就在这个细盘上面一点点 马居然跑了 水越来越浑浊了 这些水质也开始躁动不安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他们似乎还是不想要吸这个血 我决定把它转移一个容器 我推测有可能是容器太大了 或者这个水质有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转移一个容器 一个更小容器 它里面用的是矿泉水 全都朝那个雪包的方向去了 现在水质已经扎堆油到雪包这边来了 我们再等半个小时看一下 他会不会把这个保鲜膜装的雪袋吸一个洞成功吃到里面的雪 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这些水质居然对这个雪包还是毫无兴趣 一下午的时间过去了 结果并不如我们最开始推测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水质还是很笨的 由于我们的雪液是用那个保鲜膜包着的 所以它的嗅觉和味觉可能都已经识别不到生物的特征 所以它就也无法吸取到里面的雪液 嗯 好啦 虽然结果并不如我当初所期待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赞 有什么想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